包装好的白酒可以带上飞机吗 可以 1.酒类托运是以身或豪身际 能托运多少要根据酒精度而定 酒类物品不可随身携带 但可作为托运行李托运 通常情况下 托运每人可携带2公斤 2.对于旅客携带的酒精饮料 酒精含量小宇或等于24% 可以作为普通货物运输 对内包装容器和每个包装件 均无最大允许数量的限制 酒精含量超过24% 但不超过70% 如果内包装容器小宇或等于5升 可作为普通货物运输 如果每个内包装容器大于5升 需按照危险物品运输 3.酒类物品的包装 应符合民航运输有关规定 在换登机牌的时候 就一起办理托运 托运行李必须包装完善 索扣完好 扎捆牢固 能承受一定的压力 能够在正常的操作条件下 安全装卸和运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